北京时间5月27日距离东亚杯赛事的开赛时间更进一步 由于本届东亚杯赛事是出下了一主的情况 所以最终的承办方是由中国足协更换成了日本足协 而关于东亚杯赛事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目前日本足协方面基本是拟定完毕了 其中包括了开赛时间开赛地点的 那么根据赛程安排来看 国足将在东亚杯赛事上再次挑战 日本男足两队具体的开球时间是在7月24日晚19点20分 那么如此至关重要的比赛 CZTV5体频道肯定会为万千球迷进行现场直播 所以想要见证国足踢出奇迹的球迷吧 记得收藏好上述所说的时间点 另外关于这场比赛 足协很可能会延续此前的老规矩 为国足队伍开出高额的赢球奖金 在此前这个市医赛期间 有媒体是爆出国足赢下关键比赛的奖金在600万左右 那么结合东亚杯的对手情况来看 国足大概就会在对着日韩的两场比赛中收获到 营修奖金至于数额基本还是600万 那么两场比赛加以来就是1200万 那么国足到底有没有希望拿到这份高额的奖金呢 如果能够达到下面两个条件的话 国足还是趁机有可能赢下日本 第一个条件就是日本男足方面派出二队前来参赛 那关于这点的可能性目前已经是有权威媒体 爆出日本队就会派出二队参加东亚杯 第二条就是国足集中火力 征召现阶段国内最强最有潜力的球员前来参赛 例如刘洋在西班牙的联赛的何小哥 签约拜仁的门将刘少子洋岛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 东亚杯足协派出的是国足123队伍 所以足协的目的除了让球队称奇好的名思外 自然也是希望通过东亚杯来加速国足的新老教育工作 对吧 那对此足协还为国奥征召了三位这个超领球员 他们分别是吴希 张立鹏以及张宇宁 那由此可见吴希肯定会成为主要队伍的核心领袖 负责在比赛中指挥以及梳理这群年轻小伙子们比赛时经过 我们最终期待国足123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各位听见到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看他 谢谢大家